常听老人说,这世间有着轮回 而轮回究竟是什么呢? 书中是这样解释的 众生元起元灭 去世之后,灵魂又开始重新投胎成另一个人 就像是车轮一样流转不停,循环不已 如果没有找到解脱 就会永远停留在六道 无休无止地进行循环 因此,这也就有了前世今生的纠葛 而如果要想知道你今生的丈夫妻子是谁 只需要知道这一点,或许就能够看清 一、缘分天注定 缘、天注定 缘是机缘、是投缘 是冥冥之中逃不掉的注定 彼此有缘,哪怕相隔万水千山也能相逢 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不相逢 彼此无缘,哪怕面对面也会错过 红颜是千百次轮回中 你曾经回眸过一次的人 《红楼梦》开篇记载 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 有酱珠草一株 时有赤霞宫神阴侍者日以甘露浇灌 这酱珠草使得九颜岁月 后来酱珠草化身为灵黛玉 神阴侍者就成了贾宝玉 前世我欠你一滴露水 今生我还你一行眼泪 今生的红颜是前世你的兄妹 来教前世未教完的心 从前有个书生 他与一个女子相恋 后来那个女子与他人结成了夫妻 书生得知后 终日抑郁寡欢 卧病在床 一位禅师知道了 便来探望书生 他交给书生一面镜子 书生透过镜子 看到一片海滩上躺着一个人 一个年轻人路过时 不忍看着女人沉湿荒野 就拿了一件衣服盖住他 他离开后又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挖坑 将这个人埋葬 还立了一块无名碑 让女人入土为安 禅师说 那个人就是你今生的恋人 你前世就是替他盖衣服的人 他为了还你的恩情 与你有一段缘分 而与他结为夫妻的人 是上辈子让他生有归宿的人 今世的爱人 是他前世让他入土为安的那个人 要用一辈子来报答他的恩情 可见 两人的相遇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天注定 有着缘分 善缘恶缘 无缘不惧 这个时候就有人想不通 为什么求夫求妻可以求得到 为什么会感得一个好的伴侣 人不是都有感情的吗 难道感情也是可以勉强的吗 难道可以要求一个人来爱我吗 其实 什么样的因得什么样的果 此生能遇到贤夫晦妻 也不过是前世与他们结下的善缘 而今生遇上恶夫烈妻 也是因为自己前世欠的他们 似乎也可以理解一点 一个精进修善的人 他能遇得到好姻缘 因为他在生生世世的修行中 与人总是广结善缘 那么报恩的人自然就多了 结发的妻子 可能就是他前世大力帮助的人 今生来报此恩德 自然就会对他照顾有加 而使家庭和睦了 真的都是自己中的因 所赶来的果报啊 如此说来 遇上不如意的伴侣 首先反省的真的应该是自己 自己若不是前世亏欠过人家 人家也不可能会记在心上 此生非得找你讨回这个公道不可 只是在轮回中 忘记了自己曾经做下的过错 在遇到不顺的时候 仍然会把原因推到外界 不会想到自己身上 只是感觉自己的运气不好 想着如何来逃避 却不懂得去化解这个怨结 正所谓冤家一解不一结 二 夫妻的前世今生 记得有一个故事 是一位家庭主妇 非常善良 可是她却遇到一个很恶劣的丈夫 她的丈夫喜欢喝酒 每每喝酒回来总是要打她 她也很老实 没有责怪丈夫 只是感到自己命苦 可是经常这样打 她的身体怎么受得了 就感到自己的命实在是太苦了 于是就有了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想法 在我们看来 这是很悲惨的事 她并没有犯什么错 丈夫喝醉了就打她 实在是很不像话 要是有一些正义感的人 一定要站出来替她打抱不平 后来她很无奈 不过也许也是她的善良 在途中遇到了一位修行人 修行人喊住她 问她去哪儿 怎么回事 她便如实地说了 修行人告诉她 你先不要这样做 你这次回去 你丈夫再打你最后一次 打过后就不会再打你了 她一听非常的吃惊 丈夫伤害她这么久了 哪有可能停手呢 可是既然已经这么久了 也不差这一点时间 不如回去看看 于是她回到家里 丈夫喝完酒 还是一如既往 可是这一次居然真的不同了 丈夫的手突然停在半空 没办法再动手了 因为丈夫突然在想 我怎么还要伤害自己的妻子呢 于是丈夫不再伤害她 从此夫妻两人过上很和乐的生活 但妻子一直很奇怪 丈夫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了 于是跑去问修行人 修行人告诉她 她的丈夫前世是她家的一匹马 因为她前世用鞭子抽了她一千下 她这辈子投胎做她的丈夫 来要这一千下的债 读完之后 自己也是有点冒冷汗 如此说来 也不过是自己的业力罢了 可是当妻子不愿意接受这个果报 还想着自己尽心尽力为这个家 丈夫却如此待我 怨恨不断 双方坚持不下 恐怕反而惹出更大的怨结来 如果能安心接受 也许这果报就很快报完了 如果能怀着感恩的心 怀着忏悔 惭愧的心 也许打到八百下的时候 看着态度那么好 剩下的就不要再偿还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也难怪 为什么叫我们要逆来顺受了 只是如果前世 结下太重的恶缘的话 也许自己也能通过诵经 来帮助消业障 喜欢一个人 是否也是在这因果之中呢 前世因为他喜欢他 可是他却伤害了他 抛弃了他 于是今生 在他见到他的时候 莫名就喜欢了他 而他却伤害他 最后也抛弃了他 让他伤心难过 这是讨债还债吧 会不会真的 连欠的情债也要还啊 会不会在这债还完的时候 感情自然也不见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再执着那份深情 又有什么意义呢 也许前世自己 就是让别人 保尝这深思之苦 今生自己 也要受这样的苦 可是却在受苦的时候 还一直以为 自己对对方的感情是真的 可是三年过去了 五年过去了 感情的火焰 还会继续地燃烧吗 也许他在自己的心中 已从一个 无可挑剔的护花使者 变成一个 令人讨厌的负心汉 这是为什么 也许自己不肯还债 也许还债时 咬牙切齿 也许又做了许多 伤害对方的事 于是他更加地生气 要债要得更多 于是乎 双方的问题 越扯越大 继续轮回着 继续讨要着 继续痛苦着 在这些恩爱情仇的 纠缠之间 若能看明白了 也许就是他 真正要求出离的时候吧 真正想要离开 这些欲望的 痛苦漩涡的人 求得人生真正的解脱 那这个人实在是 最有福气的人了 宣化上人说过一句话 随缘消旧业 更不造新秧 意思就是说 要跟随缘分的指引 消除我们过往的业 不要脱离这个规则 而产生了新的因果 其实 师父的每一句话 对我们都是如此的重要 可是我们总是 当成耳边风 当自己去攀缘 求得一位好伴侣时 也许已经把自己 拉下水了 还债都来不及 何来愿力 却感得善缘 此时 恶缘现前 自己又迷惑不清 甚至还想着 种种的办法 来证明自己的真心 用了种种的计谋 使种种手段 或者为急于求成 牺牲色相 最后把自己毁了 后悔莫及 心在低血 又有什么办法呢 心中称恨 下一辈子遇见他时 继续去向他要债去 说得轻巧 自己也是一个 不明因果 不肯放下 继续轮回的人 而真正明白因果 要真正让自己清醒 这样才能解脱 总之 人生太过短暂 要把所有的问题 都弄清楚 着实有些困难 佛说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意思就是说 凡是所有一切的相 都要将它 当成是虚妄的 只要不去执着它 就会产生智慧 但如果一味的执着 强求缘分 只会有着不断的争吵 这样一生都无法安宁